机器人这波行情也是来势汹汹 本周逆势表现像政策层面也是持续的催化 另外板块龙头像中马传动 也是打出了8天7板的一个高度 说明短线的资金炒作近期还是挺疯狂的 细分领域已经从减速器延伸到了 像传感器机器视觉等等这些细分 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的一个强势方向 那机器人能不能他引爆出 接下来的一波阶段性的行情呢 老师刚刚说是您是关注的 那您怎么看待 我是关注 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走出一波像特斯拉 就是像特斯拉也好 包括像这个英伟达整体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商业化 一定要听清楚 我们在前期讲到一个主题性投资 尤其是科技投资 我们要关注三个方向 首先要关注有没有巨头的出现 你像这一轮的人工智能 首先巨头是谁 微软带领OpenAI 这就是巨头出现 这其二有爆款的出现 什么爆款 拆在GPT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是什么 整体AI服务器的军备的竞赛 所以说这就产生了爆款 好 有没有产业链 有产业链 英伟达产业链 对吧 好了 我们再回看一下机器人 机器人目前来讲的话 仅仅是一个概念性 而且还没有进入到商业化 那么有没有巨头的出现 暂时没有 我们仅仅看到一些概念 比如说马斯克讲到的 他的人性机器人 包括我们看到英伟达 我们之前的黄仁勋 讲到了像巨型智能 以及我们要知道机器人形 机器人是什么 人形机器人 它赋予的仅仅是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的一个载体 它仅仅是一个载体 现在有没有说 特别的商用的必要 目前好像暂时没有特别的必要 那么没有出现巨头 没有产业链 没有爆款 所以说它仅仅是一个短期的 炒一些概念性 但是我认为机器视觉 我们也要重点关注 包括减速器 因为这些都可以运用到 这个汽车相关性的 所以说来讲的话 它的炒度逻辑就通顺了 所以对我们下一个阶段来讲的话 你像这个中马传动 它为什么能够行进一个上行呢 当然整体来讲的话 有机器人的概念方向 当然它主要的 其实它主因是什么 气配零配 对吧 汽车零配 所以说来讲的话 我们在下一阶段 要关注和机器人相关的 这个汽车零配方面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 主要关注的方向 就是这样 是 所以可以关注一下巨头爆款 还有老师提到的一些产业链相关的 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说过了 聊完了一些领涨的 特别想跟老师探讨一些领跌的 比如说今天观众朋友 特别关注的一个稀土 想跟老师聊一聊 之前的时候 它一直是 也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 那今天呢 涨幅2.78% 还是一个比较喜人的涨势 那稀土后期 我们需不需要关注 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老师您怎么看待呢 稀土目前我们不要关注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稀土 它整体遵循的是一个大周期 什么是大周期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宗商品的周期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5月份 我们的工信部 当时讲到的一句话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稀土 只卖出了土的价格 没有卖出稀的价格 好了 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引爆了 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 整体来讲 不管是煤炭啊 稀土啊 油色啊 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小金属啊 等等的形成一个上行 那么稀土其实是一个主要的 我们所说 比如说手机用品的 相应的一个主要的原料 包括科技原料 那么好 之前形成一个大幅的下跌 其实和马斯克宣称 他的一个车以后 未来可能会减少用稀土 以及不用相关性的一些稀土 所以说形成一个下跌 目前从稀土本身这种需求量 有没有形成大增 没有形成大增 一定要记住了 今天新稀土形成反弹 我认为更有可能是在于什么 消费电子端在下半年 可能有一定的增速 这种增速来源于两点 第一点是在于什么 也就是苹果15会不会出现一个爆款的增加 第二个增速是在于什么 昨天华为宣布的是一个5.5G的网络 马上要进入到商用 那么未来以后 我们所说的这些消费电子端的产品会不会迭代 因为对于运营商来讲的话 它的网速提高了10倍 所以说物联网 包括人和机器等等的万物互联又进了一步 所以说来讲的话 可能稀土是由于这种消费电子端所刺激 带来的一个增量 但是我并不认为 目前我们的稀土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大周期 出现在 我们在这些黄工的 当我们在这些黄工的